香港公开大学在过去20年秉承有教无虑的宗旨 开创香港大专教育先河 定立无学力限制的开放修生政策 为当年没有机会升学的人士 创造提升学历的机会 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求学梦想 香港自开埠以来 高等教育一直行精英制度 不是人人有机会接受专上教育 8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 社会需要有更多高等教育机会 培育专才 为配合香港的发展需要 港府决定校发英国公开大学的做法 1989年5月 香港公开进修学院经政府立法正式成立 建立开放教育制度 任何人士都可以以遥拒学习模式完成大学课程 由创校至今 公开大学已经让超过六万多名毕业生 达成求学理想 达成求学理想 中资是做得正确的 即是可以给了一个机会 给我们这样的年纪的人 可以继续进修 只要我们是有这样的心 进修就不可以 公开进修学院 一直严格奉行 宽进研出的政策 确保毕业生的学术水平 学院在1993年开始自负盈亏 成为香港首间政府创办 财政独立的专常学院 并向优秀卓越学术机构的目标买进 香港公开大学 经过20年的考验 我们能够自负盈亏 这个财政基础做得非常之好 最近香港特区政府 希望香港能够成为一个未来的教育枢脑 亦都希望有更多大学可以自负盈亏 我觉得公开大学现在这个模式 是一个很好的典法 香港公开大学在过去20年 充分利用遥拒教育的优势 实行累积学分制 这种灵活的教育模式 让有意进修的人士 在无时间限制下 弹性自定学习进度 考取证书 文憑 或者学位资格 90年代初 面对中国内地高速发展 以及社会转型 对高增值产业人才的需求 香港高等教育大规模确张 但是香港公开进修学院的重要性 没有因传统大学的学压增加而减弱 报读人数和开办课程不断增加 学术成就和教育贡献 在本地和海外也得到广泛认可 1997年5月 立法局三读通过 学院正式升格为香港公开大学 成为香港首间主要采用 遥拒教学方式的大学 让繁忙的在职人士 考取国际认可的大学资格 《学生》 可能年纪又大了 学力又不够别人欠 那才会被人淘汰 最初我没有那么大想起 一读就要读大学 公开大学就是学分制 即使十年来完成 或二十年都可以 起码我自己觉得安全一点 公开大学过去20年不断努力 制定稳健而高瞻远足的发展策略 以不受时空规限的教学方式 开办灵活独特的课程 迅速回应社会诉求 推动香港发展成为知识型社会 香港变成了一个知识型社会 以前工厂可以靠努力 但现在要讲知识 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增值 公开大学就为了这一批学生 尤其很多已经在职的学生 提供一个机会 让他们可以接受大学的教育 可以将中获得大学的学位 这方面我觉得大学办法的理由很有意义 香港公开大学办学20年 一直紧贴时代默薄 积极回应社会和学生需要 发展遥拒 兼读和全日制课程 确立全年普及和多元化的学习模式 为香港高等教育颠下长远发展的方向 公元2000年香港面对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挑战 政府在2000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及 要让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达到60% 为配合香港的长远发展 和年轻人的学习需要 公开大学在2001年推出首个 全日制面秀夫学士课程 其后在2003年再开办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 令公大成为一所具备多元教学模式的大学 公开大学第一年举办社会科学的全日制课程 我立即去报读 最重要是公开大学的教职员很关顾学生 其实所读的知识 总之同学们用心读 一定能够学义致用服务社会 现在当选了之后 平时在社区做的事 其实是很多时候的思考模式等等 都是大学时所学的批判的思考 那些的价值观 我很珍惜在公开大学读书的那段日子 而且很自豪 就着我是公开大学毕业生的身份 公开大学一直致力提供更多元化的教学模式 和课程选择 以切合学生的不同需要 现时公开大学若有19,000名学生 其中全日制学生就有余5,000人 在我这么多的功绩之中 如果你要我选择一份功绩 我就会选择工大的工作 可以在短时间里面 训练几千个大学的毕业生 是经济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很值得我支持的 我开心的不动作 他们现在的帮助 我看不懂认识 我看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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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帮助 我看不懂的 香港公開大學創校20年 不斷改革創新 提供多元化的課程 學術水平得到國際認同 不少管理和專業人士 都選擇收到該校的課程 令事業發展更相殘留 公開大學作為香港開放及遙距教育的先驅 一直採用有別傳統 靈活誕生的教學模式 由創校開始 除了遙距學習模式 亦利用公眾電視平台 播放特別設計的教育字幕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 公開大學亦率先發展網上互動學習系統 最近更開拓免費開放學習平台 帶動網上學習的新趨勢 公大的教學模式推陳出身 突破時空限制 推動社會各界人士終身學習 令繁忙的管理和專業人員 都可以隨時、隨地、隨意持續進修 其實今時今日的行政人員或一些專業人士 我們都不停說要進步 因為工作很忙 如果在一個短的時間內 要完成整個master course的課程 對我來說是很困難 但OU可以靈活不同的時間 可以選擇不同的科目 甚至他們現在說的混合式的學習模式 我看了這個模式就覺得很適合 打工就變成創業 去到今天的成就 我真的要多謝OU 幫到我們公司今時今日的發展 踏入二十一世紀 公開大學進一步突破傳統遙距模式 推出融合遙距、面秀 和網上教學優點的混合教學模式 Blended Learning 為未來高等教育開拓全新方向 公開大學一向採用創新教學科技 加強學習的靈活和自主性 在未來 我們會繼續加強發展 混合學習模式 Blended Learning 利用網上學習平台 線上教育頻道iTunesU 和社交網絡 去聯繫學習社群 將教育推到更廣更遠 我們很高興成為iTunesU 在亞太區的其中一個合作夥伴 透過iTunesU的平台 進一步開放我們的學習資源 為每一個人提供學習的機會 即使已經開放了 上面這個科學92 就像中華社群組組合 一個播放的螢幕 基本上有一局 十五個廣州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护理学学士科程 为学景和督察提供辈分 又与制医业训练局合办时装设计专业文端科程 为响应政府推广持续进修的理念 公开大学为妇女和长者提供进修机会 多元的课程内容 教学模式和学术领域 令公开大学真正成为一所适合社会上拥有不同背景 不同需要 不同学习目标 和不同理想的人修读的大学 实践了开放教育 有教务类的教育理想 访阅主任 昨天发表了一些数字 当然 非常感谢公开大学的 impossibl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當然是很感謝公開大學的這個模式 令到我們這些在職人士 在工作之餘 都可以有一個進修的機會 而這個進修機會是高等教育一個學位 以上水平的進修機會 而且覺得是一種很大的榮幸 以及一個很豐富的人生的收穫 公開大學過去二十年努力不懈 配合信息萬變的社會 為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教育宣紐 變下長遠穩固的基礎 希望以後的十多年 可以達到香港無論是政府資助 或者是自資的大學 水平都同等 亦有這麼認可 可以大家一起合作 為香港的高等教育做更多的事 世界各界公開 全世界各自資助 公開目的大學 全世界各自資助 全世界各自資助 通知 Quest